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菲律宾总统杜特地Rodrigo Duterte已于本月17日下午宣布菲律宾军方成功从恐怖分子手中收回南部的马拉维市Moroyne 但根据今22日的菲律宾军方的最新估计,马拉维市内仍有大约30名恐怖分子躲藏在紧一栋建筑物中,持续与军方顽抗 综合外媒报道,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巴迪亚Restitato Padilla稍早表示,军方现在无法准确地估算恐怖分子的人数因为获救的人质说法不同,估计大约还有10人左右,有可能还要多一点 目前所有的人质皆被以军方救出,但巴迪亚后来更正恐怖分子人数与稍早广播节目中公布的不同 剩余的30名恐怖分子究竟是死亡还是人在顽抗也无法确认 这30名恐怖分子中也包含伤者巴迪亚也进一步更正,剩下的恐怖分子也被包围在一栋建筑物内,其余皆被军方收复 亲伊斯兰国IS恐怖组织马乌德Mode在今年5月占领菲南马拉威市以来,菲律宾政府军已与其交战近5个月 根据统计,截至19日傍晚,军方在马拉威市击毙了897名恐怖分子,清理了1777栋建筑物,但也有164名军警在过程中丧生,47名平民被杀害 巴迪亚也向民众承诺,马拉威市的恐怖危机渴望于今天晚间结束,军方正朝着这个目标努力